当人们目光聚焦在美国疫情 弗洛伊德事件上之时 朝鲜和韩国之类老冤家却突然爆了一颗震撼弹 9日清晨朝鲜方面宣布 将在中午12时期切断双方所有的通信联络线路 包括朝韩通讯联络线 朝韩军方之间的东西海通讯联络线 朝韩通讯试验联络线 朝鲜劳动党中央本部大楼和清瓦台之间的热线通讯联络线 五天前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 刊登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的谈话 强烈谴责5月31日韩国团队向朝鲜精力散发空飘气球事件 称突北者污蔑朝鲜最高领导人 并拿核武器说事对朝方恶意诋毁 金宇正称韩方纵容军事分界线出现敌对行为 违反两国共同签署的板门地宣言 和韩朝军事协议相关条款应当承担责任 韩国统一部今天回应称 韩国政府将继续遵循朝韩间的协议 为半岛和平和繁荣持续努力 韩国外交部也同时表态 韩国正在救朝鲜彻比切断一切朝韩通讯雷路线 与美国进行密切磋商 朝韩之间至少目前有49条热线 是外交会谈 避免军事误判协调海空交通 进行经济合作的重要沟通渠道 这是2018年以来双方关系缓和的主要成果之一 这次朝方怒不可遏的将韩国拉黑 可以说两年多的和平努力 正面临着功亏一篑局面 朝鲜这次外交炮火 全部集中在韩国身上 暂时没有提及美国 出面宣布此事的也非最高领导人 说明朝鲜在万兆怒火之下 还留有回旋余地 从韩国的两个部门回应看 语调温和 不想将事态升级 强调自己愿意继续遵守协议 维护半岛和平繁荣 但又提及了美国 朝韩关系 周然紧张的导火索 是5月31日空飘气球事件 网上一些人嘲讽说 一个国家还怕几张传单 反应这么大 其实几十年来 朝韩边境的传单站 喇叭站一直没有停止过 直到2018年双方签署 板门店宣言和军事协议后 才互相中止 朝鲜并不怕这种手段 关键在于韩国没有真正制止 这种敌对行为 一方守约一方违约 难道违约方还有理了吗 无论个人还是国家 都没有这种道理 5月31日发生了什么 当天脱北者团体 自由朝鲜运动联合 等NGO组织成员 在韩国经济道 金浦市成东里 用大型气球向朝鲜方向 散发50万份传单 50本手册 2000张1美元纸币 和1000张内存卡 十几年来 他们一直在这样做 以前还放上巧克力 DVD等小物件 国际社会一般只关心 潮核问题 很少去关注空漂气球问题 其实后者被朝鲜 视为战争条线 但韩国政府又无法有效控制 NGO行为 2018年到2020年期间 清外台都是睁一眼闭一眼 没有真正去想办法制止 一拖再拖 终于拖出大问题 他们并准备 在6月25日再到三八线 进行一次规模 更大的空漂气球活动 三八线的敏感性 众所周知 朝鲜面对条线会有什么反应 接下来废除军事协定 也不是不可能 2018年4月27日 朝韩领导人签署反门店宣言后 双方都伸出了友好之手 约定不再互相挑衅 半岛局面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 多条热线让双方有足够的沟通渠道 现在闹成这样 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很为难 说白了就是无力控制本国的NGO 如果清瓦台无法叫停三八线挑衅行为 那么反门店宣言又如何落实呢 韩国同一部发言人吕商机5日表示 韩国正在考虑制定相关法律 这些传单非得无用 而且许多去求还落回到韩国境内 造成了环境污染 对于NGO6月25日行动计划 韩国有关机构将进行协商处理 但是韩国国会立法制止空飘行为难度极大 NGO护身符是言论自由 政府不能阻止民众的自由表达行为 说的再严重点就是违宪 韩国NGO堕入牛毛 有相当一部分是与脱北者行动有关 各家NGO分工细致 这次直到事端的自由朝鲜运动联合 是由以前几家小NGO整合而成 还有国民运动 他们主要在边境一带活动 而从事组织策划 煽动海外朝鲜人逃离 则是另一批NGO 如脱北者联合会 民主化同盟 民主化运动 脱北者声援团 难民保护运动等等 一条龙作业 NGO打着各种旗号 进行中国 日本 泰国 菲律宾 甚至蒙古境内 寻找人头 孤独他们非法逃离打工所在国 到了韩国后 再由另一批NGO接印包装 制作宣传品 让突出者上台演讲 甚至制造假托者 假背景故事 美国副总统2018年 出席韩国冬奥会开幕时 还抽空与脱北者代表会面 这就是NGO们努力的意义 自由民主人权执出广子 政治才是真正动机 换句话说 脱北者就是一件正宣工具 所谓欢迎脱北者是一个博论 如果真的没有爱心 朝鲜送100万脱北者给韩国 不用NGO 偷偷摸摸拉人 接人 韩国敢收吗 韩国NGO是无力不齐早 无钱不干活 尽管挂着工艺 慈善 宗教等各色牌子 支援者四处活动 制作传单 气球 小礼物都需要钱 钱从哪里来 2004年 小布审总统签署 朝鲜人权法案 美国公开拨款给韩国脱北者 NGO将近2000万美元 理由是人道主义援助 现在金额早已远超2000万美元 16年来 这些NGO干了什么 组织被说服的朝鲜人 偷渡到日本 澳大利亚 泰国 越南 蒙古 欧洲 按人头结账 然后以人权为名 向中国施压 NGO头目跑到美国纽约 呼吁联合国难民署 在我国设立难民营 再由美国政客出面要求 中国将朝鲜务工者定为难民 疯狂至极 无法偷渡成功的一些朝鲜务工者 韩国NGO就用宗教给他们洗脑 要求其回到朝鲜后传播地下宗教 2008年 韩国脱北者NGO还叫嚣要抵制北京奥运会 中国阻止他们在中国境内组织偷渡活动时 韩国NGO就在中国驻首尔大使馆门口各种表演 韩口号 稍舞新红旗 这些在中国境内明显违法的行为 却被美国扯上人权 成功偷渡到其他国家再转送韩国的脱北者 NGO给他们一个人的安置费是1000万韩元 而NGO从美国那里可以领到两三倍的安置费 中间差价就是这套生意的报酬 这种生意跟舌头有什么区别 绝大多数脱北者到了韩国 生活根本没有着落 只有能说会到符合宣传条件的个别人 才能得到重用 像这女的叫李秀炫 她的悲惨人生讲多了 连自己都记糊涂了 负责三八线附近空飘气球的NGO 是宣传战另一个环节 目的 一 否定平壤政权的合法性 二 持续筹划朝鲜形象 三 配合美国的东亚政策 四 制造国际人权事件 嘴翁之意不再久 韩国历届政府都对这些NGO毫无办法 因为脱北者根源在美国 韩国民众只有60%左右 是反对引起脱北者的 清瓦台怎么可能去抓捕在三八线闹事的人 NGO背后站着美国 韩国NGO行为节点往往很精确的踩在美国 对中国的政策变化节奏上 让东北亚地区局势复杂化 现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有望提诉 韩国的事情就多了起来 偶然嘛 空飘气球只是一个行动环节 朝鲜方面放大此事 就是在表达对文在寅政府的极度失望和愤怒之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6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此事时表示 希望朝韩双方通过对话和协商改善关系 推进和解合作 中国没有责任挂任何一方 而美国应当有所收敛 不要试图将半岛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 文活者必自分 那些NGO行为如何处理 将考验着文在寅的执政能力 一个无法真正独立的国家 如何能变成宇宙大国呢